香港名人蔡天鳳在2月时惨遭分尸 消息曝光后也直接轰动整个华人圈 该案至今累计已经7名嫌疑人被捕 当地法院也在8日开庭审理 不过根据港媒报道 案件进展会如此快速 其实与郭富城有关 因为蔡天鳳与郭富城老婆方圆 是多年的好闺蜜 因此在方圆得知蔡天鳳失踪后 便向老公郭富城说起此事 重启的郭富城也立马主动联系警方高层 希望警方能加速行动 而案发至今已经两个多月 但当地居民还是十分害怕 都不敢靠近密案现场 进出都会刻意绕入 而且对陌生人相当警戒 也希望警方能继续调查 可以早日查出凶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了 也订阅 转发 打赏了